開場就裱返下地盤 哈摟大家好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加 bom 感謝你們 passen wir in ecof all-star 左上角這個提醒啦 但是我影片發布的時候已經結束了 所以就不用提醒了 那這邊快結束囉 剩兩個小時38分就結束了 因為我是半夜玩的 那8月13號的話 有一個改版更新嘛 但是這邊能看到訊息不多啦 來看一下好了 9點就維修喔 然後到1點半 排港澳的時間 那銀魂結束 然後新增格鬥家跟戰鬥卡 這邊不知道是誰 可能是 軍娜或爪八吧 這邊有一些人有一些疑問 所以不知道 爪八就是失去火焰的發生 大概是這樣 那新增活動 我猜啦 因為日服有那個 夏日轉盤嘛 是那個酷拉 泳裝酷拉 那我猜我們可能也是吧 不知道 那系統改善的或 指的可能是 上一期我講的那個吧 上一期我講的那個筆記啊 他不是有一個開發者筆記 11號 在這邊 欸 跑去哪裡 開發者筆記 11號 8月11號的開發者筆記 可能是這些東西啦 到時候再看看吧 那我發布的時候已經 應該是更新了 再看看怎麼樣 那如果有新角色的話 你沒想錯的話 就祝大家都能抽到 歐運一波 然後再看看怎樣吧 可能也是1%啦 跟齋勢一樣 新角色應該就是 齋勢嗎 可能會有一個積分系統也不一定吧 積分系統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確定 會不會是保底的東西啊 累積一定的積分 然後換 換出完 齁 不知道 那我這個號 哈姆號再次都沒抽到 齁 就算了 沒抽到就算了 那本來想說 這一期就 就是更新完再做啦 想一想沒差 因為到時候新角色的話 我也會抽 可能是用另外一個號抽 也許是這個號 齁 哈姆號現在又3萬多嘛 然後另外一個號應該是5萬的 紅寶石大概是5萬的 所以說這一期 角色的部分 我目前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抽到新角色啦 來看一下 等級1的話 大部分都是新角色 我抽到 這個號抽到了 就這些新角色 就這些新角色 基本上都介紹過 基本上都介紹過 齁 這次還沒介紹過 因為我要記點冬葬 有空再玩吧 我也沒玩過 冬葬 這遊戲的冬葬 齁 都不搶 真的完全不搶 沒有搶過 這就是我這個號 最近抽到一些新角色 好 就冬葬還沒玩過而已 來吧 那我這期就繼續玩修羅道 修羅道的話 我上一期打到 13階的 3..2..3關吧 那我剛剛有把他打 打上去啦 那我這邊 我應該是打到 第3關沒打吧 第4關沒打 第3關才對 因為他是藍屬性 我要用直屬性克他 我上一期是打到這一關沒打 然後我剛剛自己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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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那就把他打上去好了 打BOSS戰 然後再來就14階 14階的話你就要平均13等 這邊的套路是這樣 比如說這邊是13階對不對 那你平均就是要12等 那BOSS的話是平均13等 平均覺醒等級未滿13會被懲罰 所以我們下一層的話 就是全部都是平均要13 然後你又打到BOSS的時候 就是會 平均14 套路是這樣 然後屬性你要克制的話就是 逆時針 逆時針 原本我們是紅綠黃紫蘭 然後就是逆時針走 所以我這邊是紅屬性 然後逆時針就是 14階的第一關就變成說是藍屬性 要用藍屬性 那你就要去看你的藍屬性夠不夠力 給不給力 如果不給力的話就夠不了 你就容易卡在第一關 那如果你容易卡在第一關 我的建議是不要升上去 因為假設你原本你是一個很侵擾的人 你每天可以打五關的話 你可以多打25個掃蕩獎勵 那你 你這邊如果升上去之後 發現你卡在第一關你就少了25個 這個膠囊 然後你其實你只是多四個而已 掃蕩多四個 因為我們知道掃蕩要20階段才會最多 變70 這個才是最多的啊 其他這個都只有 多四多四就覺得很少 所以在你沒有把握的情況之下 不建議你 急著升上去 前提是你是一個勤勞的人 每天會手動來打這些關卡 像我就很懶啊 我前陣子都是只有掃蕩而已 就沒有來打 那我是最近又有一些覺醒啊 就來玩一下這樣子 好來吧 這個是用紅屬性 紅屬性的話 平均13嘛 沒問題 這我的平均一定是夠的 那就來吧 我來調整一下 我現在是一般 好 BOSS戰我應該不會輸 我沒打過 我也沒打過 我就 前幾個小時的時候我玩一下 然後玩到這一關我就沒玩 先放一下歐頭 這樣我 感覺沒什麼被處罰啊 很難打 很難打 哇你們怎麼突然揍我啊你 這只是太猛啊 這只是太猛啊 好啦換一下真理好了 換一下甲林好了 出來墊墊 真真常滅 我 就是 讓我們另外兩隻的CD更好打 我 我懶得放那個暴龍屬性 那還要浪費時間喔 我懶得放 其實我應該爆氣喔 喔喔喔喔好痛喔好痛好痛好痛 喔真的好痛喔 哇 真的那麼猛欸 我快死了 哇 不簡單不簡單不簡單 摸摸幾下就死了 我直接爆氣 我要放E 我快死了啦 我如果沒有無敵的話很危險 其實我剛應該放個霸王05 就懶得 就懶得 喔 好麻煩了 喔有點難打啊 好換個家裡 在這裡 哇 好痛啊 傷害真的很可怕 2 3了啦 我覺得因為E太慢了 而且E雖然有霸佔 但是我覺得有點慢 蹲在那邊就被他揍扁 換霸王王 霸王不能死了 我就得先把他跟著一下 換他氣死了 好啦 贏了啦 打小拼的時候真的要注意 時間到了喔 哇 這麼硬 我暴王時間到了耶 因為我剛剛都不想換複製影出來撐撐場面 因為這關我是第一次打 我不知道這麼難 真的不知道難度那麼高 就傷害有點痛 好 14層了 在那邊你就是要用13等啊 平均要13 那我夠不夠啊 13的話就我必須要弄到19 然後我19 我就把我的那個 板田銀石升到19 那有玩偶給我建議是說 洛克暴技可以用1 2啦 就2 1 2 1 2 1 一直接啦 因為30還打太高了啦 只是2打包地板很尷尬啊 就不能亂按 好 那我這邊可以先掃蕩 因為我沒有打算要再打上去 再打上去的話是要平均要14嘛 14的話你只靠一隻覺醒是不夠的 所以就先掃蕩吧 我今天還沒有掃蕩 那我多少一點 那我來試試看 我可以換好卡是不是 那我換好卡 不然怕打起來太辛苦 那我用這個很弱的卡啊 算了算了算了不要換卡了 還要拔來拔去麻煩 你們看我真理也是用很爛的卡 都很爛 都沒練 因為我都是那種得過且過 就最近來打一下修羅道這樣 我覺得打到20層的話你得 平均一定是20嘛 那你就得三隻都覺醒 惡性 我不是轉過去了嗎 你接好喔 可惡 我覺得這關真的要很認真玩 像我這樣隨隨便阿 一樣我實在是不想要放浪費時間的三騎 所以就放這種就好了 不要高氣吧 無所謂 好 放一下這個 浪費一點時間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打到第五關啦 只是打起來會比較花時間 應該放2的就算了 應該2123阿 應該2123阿 沒了吧 好 Boss戰 秒4的 喔 機師喔 機師會buck 麻煩 會無體 真理就是缺點就算很慢 他技能整個而且也打不到地板 技能2打不到地板 技能3要常常打空 這個技能2的話阿 他會霸體說無體就比較不好用 我覺得啦 就是你要剛好在他被你打非洲經的那個案子 然後待會來放個洛克 洛克就2123阿 我其實沒有打很好 因為這3隻 嘖 不夠熟 我不能說不夠熟阿 就是那些你要特別注意那些小兵的出現的站位 所以我前面浪費比較多時間 但沒關係 還是可以過 那這關就是要用紫色 紫色的話 我一擠的就是 沒什麼問題 好 滿13阿 這邊要再升一下 嗯 我就隨便升吧 所以是要15阿 這樣就平均有啦 15 14嘛 然後這個5和4平均就13阿 這3隻加小兵平均就13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隻覺醒的話 像我這樣的話 你可以打到第14階 沒有問題 就是11到14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邊5米就很好用 5米就是全畫面 所以無所謂 不用怕說會有密死的部分 傷害不太夠耶 真的傷害不太夠 可能真的有差喔 那一招殺的有點不給力耶 無所謂無所謂就爆氣了啦 好 打王 這一關算簡單 我覺得這所有關卡裡面就簡單了 因為他只有一個場景 你不用 跑來跑去浪費時間 你贏的話他都可以打地板 所以你就 123狂阿 我是這樣123狂阿 有沒有 LV十張可以打 因為我 吐了那個條件阿 這邊 沒打好阿 這邊應該21阿 沒打好 所以我的爆氣就沒了 可惜 這個武功斬傷還被閃過 就是這樣子的麻煩 所以我不太想放 可是我又不想放連武 大蛇的好處就是 敵人會一直被你浮空 就不用怕他跑來跑去 但有時候他還是會 霸體落地 阿 阿 混 混收了 我覺得混還蠻強的 應該說很強 三七的混 好 沒問題 過了 那 紅綠 黃紫蘭 我現在要紫 所以再來是 黃色 因為要逆十針 黃色的話我一樣只有一隻 所以就 逆十針 所以我這個蕭洛特得練到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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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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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所剩不多啊 所剩不多 再來就只能每天再慢慢累積 這邊其實你也可以用別隻來頂替啦 因為就靠瘋八跟那個女人就可以了 你隨便拍一隻千賀也行啊 如果你覺得沒影響的話你就拍千賀 只是任務千賀好像是皇屬性的啦 他也比較好覺醒吧 很強啊 沒問題的 很強的 反而我這個反而不行 可惡 他一直給我跑走 這隻你一定要想辦法黏住他把他滅掉 不然他會跳上去 浪費時間 有BUG缺了 放個黑槍 這樣他快死了 有所謂 有打到就好 瘋八這個BUG比較少 其他的八之女一堆BUG 他打不到敵人 我很脆弱的 不要打我 哇 沒打到可惡 好 這次就 打一波吧 暴氣打一波 暴氣打到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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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女女很強 她一個可以打..一個人爆氣完之後BOSS 就差不多了 沒關系 我想說下來的時候他會被我震開 沒有 然後我就來不及放技能3 我還想按到技能1 夏洛特技能1 所以說這個 這邊女靈一定是必戀 因為她真的是超規格 她傷害是超規格 我的部分是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而已喔 然後只是這邊有裝一張這個 這是之前活動給的 這張很強 因為攻擊力加4% 然後女性這邊再加4% 所以是加8% 但是你就沒有減CD 但無所謂 現在都有爆氣 那再來是綠屬性 時間關係我就不打了 綠屬性我沒問題 因為平均13我這邊也都夠 還是能過 然後這關過之後這關是要用紅屬性嗎 紅屬性我也沒問題啊 紅屬性就 然後這個就有問題了 這個就有問題了 這個問題就是 你要打她的時候 你要打這個BOSS 你就必須得平均14 你就不能只靠一隻覺醒 你可能要兩隻覺醒 然後你升上去之後 全部都要兩隻覺醒以上 才有辦法達到平均14嘛 所以說你要 我這邊就不升了 除非我就是準備好 我五個組合都確定 沒問題 都有兩隻覺醒以上 就可以來打 因為這邊是14階段嘛 14階段13啊 然後下一個15階段的話 就變成平均要14 現在遊戲鍋也只是這樣 那我這個綠屬性我待會自己來打一打 OK 那這期就先這樣吧 反正我就 14階段沒問題還是可以打的 之後就是得把你的那些慢慢覺醒 或是你就是再多拍一隻 多拍一隻那種 雜魚吧 十次任務那種雜魚 大概是這樣吧 就變成說你要犧牲一下 看你要犧牲哪一隻 那就給大家參考啊 那就等改版吧 只是我發布的時候應該已經改版好了 再看看出哪一隻角色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F再見 大家掰掰